最近不論你走在路上往計程車的後車廂下方的橫條廣告看去 或打開電視看鄉土劇、偶像劇 甚至在網路上畫藝人網紅的臉書時 都能夠看到Footer出臭襪的廣告 這個近年突然竄起的襪子品牌 行銷力道猛烈 連台灣區四支工業同業工會理事長魏平齊 也忍不住半開玩笑的說 他是不是富二代啊可以這樣燒錢打廣告 一個不握有關鍵技術的品牌如何從路邊攤起家 短短六年就衝到營收兩億 甚至超越市場先行者成為市場冠軍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每日商業不只有每週的節目 更有網路社團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的話 歡迎點擊下方的連結 趕快加入我們喔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 2020年6月25號由羽塘所撰寫 並開燈在商業週刊官網的文章 Footer創辦人暨總經理黃立忠 出生工人家庭 20出頭就開始擺地攤 過去在菜市場仍都稱他為胡鬚阿迪亞 今天的成績是他從街頭催戀出來的成果 2012年黃立忠厭倦了靠天吃飯的地攤生意 他感嘆好希望可以一邊睡覺一邊賺錢 在友人的提議下呢 他開始轉戰了網路 從零開始打造平台 他選定的創業領域除臭襪 是襪屏市場中的分重小市場 而且進入門檻低 只要帶著5萬元去台灣的襪子之鄉 彰化攝頭就能找人代工 他說我就是這樣開始的 他自己呢並不握有核心技術 讓品牌竄紅的關鍵 表面上是鋪天蓋涕的雜錢露出 冠名播出八點檔一集就要花9萬元 至於偶像劇短短一個橋段要50萬元 邀請當紅藝人或是網紅帶 在各大網站下廣告 成本也都是1萬計算 黃立中坦言 其消費用佔其年營收約3成 魏平齊認為敢花錢打廣告 建立品牌記憶點 是Footer擺脫襪子產業 低毛利困境的關鍵 賣高價還能受市場歡迎的優勢 傳統會認為 襪子賣這麼貴有人買嗎 哪裡賣得動 但是如果只要砸錢就能成功 許多更有資源的襪子品牌大可以效仿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被人擠下呢 他真正的秘訣是把菜市場淬煉出的街頭戰法 成功移植到網路 他說行銷要做到讓看膩商品的員工都想搶 首先是抓緊消費者 永遠想用低價買到好東西的心裡 彭麗中剛入行的時候 連放假也沒有閒著 總是戴著帽子喬裝 觀察其他賣襪攤怎麼賣 看久了開始找攤商攀談 請教建議 接著他花心思佈置菜市場店面 天花板牆面 總是填滿百貨公司專櫃清倉貨 海關流出貨等海報 讓人覺得買到就是賺到 打動婆婆媽媽 這群他狗中全台灣最精的消費者 他並以自己總是巡迴全台菜市場 來說服顧客 下次不知道哪時才能再找到我 營造稀有改 客人只要願意在攤前停下腳步 他就能說動原本只想買一雙試穿的顧客 一口氣買五雙給全家穿 這套銷售心法也被黃立中招搬到網站 一雙除臭襪標價380元 但他把襪子包裝成組合架 以最基本的三雙組合來看 平均下來一雙195元 等同下沙五折 標榜買越多賺越多 說真的一雙賣380元獲利可能更多 但我們要做組合 不然大家只會買一到兩雙 我們原本的原價呢 不是我真正想賣的價格 黃立中這樣說 接著他跟做到這幾年許多外商大企業也講求的消費者旅程策略 夫妻倆把菜市場的店面設計成摸字形 顧客走進來以後 不管買怎樣東西都得繞一圈才能到出口結帳 黃立中的太太負責在內場穿梭 發購物欄給顧客 拿了欄子大家會不自覺的裝到滿才走 透過他手拿麥克風攪掛塑膠袋 50公尺就能聽得到他的叫賣聲 拱起氣氛讓顧客從看熱鬧到撩落去 這個舞台是我的 我有讓他們衝動消費的臨場感 黃立中這樣說 做電商後他也把塑造消費氣氛列為網站設計重點 網站就像我的攤位氣氛是我營造的 例如官網舉辦優惠活動 會在首頁放上大大的倒數計時器 提醒消費者限時搶購 售出在限購物人數 提醒消費者這是限量供應 業績夠好時還把累積的營業額售出來 營造出賀成交的無場交賣氣氛 再推消費者一把 他說要讓他們主動想買 覺得不買是自己吃虧 短短6年就超車市場先行者 但除臭襪畢竟是小市場 黃立中表示 該品牌進化跨出既有的領域 研發美容足膜及專洗機能性衣物的洗衣球 當跨出了熟悉的襪屏領域 黃立中的接頭戰法還能持續取勝嗎 品牌的支撐力還是開發能力 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兼企業管理所教授邱一家認為 黃立中顛覆傳統思維 以行銷突圍確實是突出案例 但要持續做大可能會有些隱憂 例如知名運動品牌Nike 看似全打行銷戰 但仍掌握了核心的技術才能保持領先優勢 因此他建議 Hooter若想要持續的保持除臭襪第一品牌優勢 應該要開始自己做研發設計 此外跨出新領域的話 品質管控能力要很強 他表示地攤可以批發販售多種不同種類的商品 算是是因為地攤便宜 買回來不好用 消費者摸摸鼻子就算了 但如果已經成為了品牌 品項一多任何一項品質沒有顧好都會迅速的傷害生育 Hooter創辦人黃立中從一雙十元的平價襪賣起 用擺攤累積的街頭智慧主打品牌行銷 在普遍低毛利的襪頁走出一條新路 可見即使是小眾市場 運用適當的策略也能迅速 站穩一席之地 然而如何在重大公司規模的同時保持長期的品牌力 就成了小企業成長過程的必修客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我們的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來討論世界的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會不會run 自己的家庭